大家好,我是長崎遊走於廣佛兩地的基德潭,談崎村民 最近兩個星期沒有更新的旗行周忌 原因是應粉絲要求做了一期波三的視頻 另外也幫女女做了一期假期的Log 加上歐洲新賽季 各大聯賽殺到埋身,有很多大拖獎 所以沒有更新到旗行周忌 不過這個星期什麼都回來了 想問大家有多久沒有進入校園 以前大家入校園休閒散步 使用校園的運動設施都是比較平常的事 不過自從受到以前的影響 想入大學校園真的很難 雖然我每天都回廣州中藥大學 但其實其他大學很久都沒有去過 這個星期因為工作原因 我去了廣州體育學院打了個八甲鑽 當然要帶一部接電車去歧行體驗 另外雖然工作很忙 但忙裡偷閒 我亦都用了一天的時間 買了一部16吋摺疊車的配件回來 而第二天就把這部車砌好了 砌車真的是一件很開心 很解压的事情 當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時候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到這個星期的奇行周鏡 我曾經都很喜歡去不同的大學打卡 尤其是在市區的大學 特別是有感覺的 而我小時候也跟著爸爸媽媽 踩單車去過華工華農 現在自己做了爸爸之後 也帶女兒去中大 也翻過自己的母校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 就是玩過 不過自疫情發生之後 所有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封閉管理 就連我家在廣州中醫藥大學 有時要入學校都並不容易 更加不要奢望去其他學校觀光 而這個星期就因為工作原因 我要去廣州體育學院 當然不少得要48小時的核酸證明 也要行程卡綠色 還需要學校的老師提前報備 那我才可以入到廣州體育學院 在談完正事之後 其實時間上早 而我的小步也都放在自己的車裡 於是我就打開小步 決定要在廣州體育學院 廣州體育學院就位於天河區 當然見校的時候 這裡就是廣州的郊區 現在早已經是廣州核心附近 也正因為在核心地段 所以體育學院的面積並不是太大 但是裡面的體育設施 就真的非常齊全 畢竟是體育學院 當然最現代化的應該就是 亞運的體育館 這裡曾經是2010年 廣州亞運會籃球賽事的比賽場 旁邊還有一個網球場 至於露天的網球場就更多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攀岩的場地 沿著校道 我前進的方向 左邊就以學生宿舍或辦公樓為主 圖書館大樓也在這邊 而在我右邊就體育場地較多 首先在這裡買個關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未來我可能會經常來廣州體育學院 工作越忙就越要懂得玩 在小黃宇我就看到一部 電導原彩鋁合金的單車很漂亮 忍不住就入手 入手之前 賣家就跟我說這部車還未組裝 嘩 適合我 於是我就直接去了店家 將配件拿走 準備享受組裝單車的快感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車架 鋁合金材質 非常有型的原彩電導漆 另外坐管、頭管、headset、車把、牙盤 加上曲柄、中軸腳踏 全部都是Light Pro 亦都配了兩個16吋的碟煞輪組 還有5速飛輪 正身的內外輪 我們聽一下這個花鼓的激輪聲 是否非常之期待呢 再搭配上順態的5速後撥和止撥 至於煞車就是信龍Zoom的遊客煞車 店家就幫我預裝了把套 headset、頭管、車把以及煞車 其實可以預裝的東西都不算太多 我們先把座管夾在收車架上 然後再把車架固定上座管 我們第一步先來裝中軸 塗一些凡士林上中軸內側 然後把左右中軸順著牙紋領上去 中軸裝好之後 再把牙盤也裝上去 這個53T的牙盤也挺帥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車輪裝上去 裝好車輪之後 當然要上後撥 後撥裝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裝鍊條 截好鍊 用快扣扣好鍊條 很帥氣 接下來就是裝鮑魚 不過我覺得這對鮑魚 煞車扇管的油似乎鑄得有點多 令油壓比較大 令鮑魚直接卡住煞車碟 於是只有擰鬆過煞把的鑄油螺絲 放一點油出來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放完油之後 前輪就完美不開碟 至於後鮑魚的固定螺絲 可以對比一下 寬容度就不太夠 我有一隻舊款的線拉碟煞 鮑魚的螺絲位非常之闊 調整的空間就會比較大 但順龍的後鮑魚 就算我將它推到進去 就是最入的位置 依然還是沒有辦法 居中入 導致到開碟 我有什麼辦法呢 最後就是電了兩塊電片下去 這樣才能解決這個開碟的問題 這部就是懸酷電導的摺疊車 應該就裝好了 我們測試一下煞車 還有就是變速 是不是都不錯呢 不過這部就是後開檔 只有九十左右的十六寸摺疊車 五速應該就是它的極限 而且還不可以用太闊的輪胎 現在這一條1.5闊的車輪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調到最低速檔的時候 後撥是會合到車輪的 所以要換成1.35甚至更窄的輪胎 才是很安靜的 我們當然要試一下怎麼接這部車 接車的時候 記得要把曲柄放在大概這樣的位置 這樣的腳踏就可以避開到頭本 車把和車架 不用刮到其他位置 這部車仔也可以接到最小的空間 裝好車我們當然要出去試探一下 最後我們把這部小摺疊和小布 一起放在後尾箱 空間還是挺富裕的 今期的奇行週記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讚支持和訂閱頻道 B站的小夥伴記得1.3連 訂閱我拜拜